常常看到面子书广告或者收到Messenger WhatsApp 还是email里写着免费送出手机 奖金还是炸鸡 那么到最后有可能连你的银行户口都会被送掉 大家好,我是Melvin 在这个视频要教大家如何在这个网络世界自我保护 不受那些诈骗集团的当 最近大家是否有注意到一则新闻写着诈骗集团 造假了一个某某银行的面子书放了广告 写着送出免费手机 让许多人上当 他们的银行户口都被赔了进去 那么要如何分辨这些信息或者广告的准确性呢 在这里我有五个要点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要点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收到这一类的信息呢 必须要提高警惕 确定对方有没有索取你任何的个人资料 或者是银行资料等等 那么可能你会说 哎,那个银行还真的真的有送出了手机呢 那在这里我就教大家如何分辨这个真的广告来自那个银行还是假的 如果你是在面子书的广告里看到这一类的新闻的话 第一 你可以做的是点入他的面子书专页 你按了那个上面的面子书专页 如果在专页里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对的新闻 或者没有很正式的一个面子书专页的话 那么我敢肯定这个就是 假的 那像刚才所说的 如果看到了这个FPS呢 千万别按他的照片或者那些网址下面的link等等 大家要verify要确定的话 请按他上面专页的名字那边 那么如果你按了那个专页的名字 然后看到的是这一种页面的话 那我敢肯定这一种页面就是假的广告 他不来自真正那个公司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的页面 就是像这种的 那相信大公司他们都不会放那些奇奇怪怪的字母 或者号码在他们的那个专页里面 然后他们也不会随地乱乱放资料在他们的专页 如果你看到是这种的话 他们大多数是骗你的个人资料 或者骗你的赞 骗你的like 让他的面子书专页强大了过后 再把这个面子书专页转让给别人 那么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真正看到底那个广告 是不是来自所谓的正式公司 那么举个例子 如果是我要检查到底那个广告免费手机的广告 是不是来自Maybank呢 大家可以到自己的面子书里面 Search Maybank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有一个面子书专页有一个蓝色的勾 那这蓝色的勾是给大企业的认证 代表说他们是一个这个专业是一个以备面子书认证是一个合法的公司 大公司的专业 那么大家可以按进去 按了进去过后把它拉到下面 直到你看到一个叫page transparency的在你的左手边 那么在手机呢 大家也一样可以看到这个page transparency 大家按进去see all 那么在see all呢再继续往下拉 直到看到add from this page 那么这个add from this page呢 它会显示跟你说 到底这个专业有没有在走着面子书广告 那么如果他写着this page is currently running ads 代表说他们有真的在走着广告 那有什么广告呢 大家可以按go to ads library 就能看到这些所谓他们在走着的广告了 那么大家如果在这里看了看 找不到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广告的话 那我敢肯定我敢证明说这个你看到的那个免费手机的广告 一定是是假的 他们不是来自这个正式maybank的户口 那么这也证明了那个网那个广告是假的了 那么教大家第2个要点如何去找到底那个广告是真的假的过后 现在来进入第3个要点就是如何从URL网址看那个广告或者那个公司的真假 那么这张照片是取自maybank里的scamalert 就是防止被受骗的那个文章里 那么在这张照片里呢 大家会发现到什么东西不一样或者不对劲吗 答案就是那个网址 大家这个网址你们都可以在你们的webbrowser就是你们的浏览器里面最高的位置找到 那么这个网址呢应该会是很专业的比如.com.com.my等等 它不会是组组织奇奇怪怪的号码啊数目等等 或者是那些文字等等 那么看这个照片的例子 这个照片写着的是campaign-may-to-you.com 那么如果是真正 maybank的URL maybank的网址的话 它一定是www.maybank2u.com.my 或者是maybank2u.com.my 它不会是这种奇奇怪怪的字母号码等等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在登录前看看你的security face或者叫secret face是否正确跟你所设立的一模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家也是可以在那个照片中看到底你平常login的时候的照片一不一样 这些security face跟照片呢是银行专门为了防止这个做假的系统或者做假的页面而设立的 因为他们那些假的页面假的系统呢他们是很难复制这一个资料 所以请大家看了才把你们的密码输入 如果是不对劲的话千万千万把它关掉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进入第四个要点教大家如何看security log 或者他们叫做http与https的差别 那么真正的网址呢大家可以在maybank 在你的浏览器你的google chrome里search maybank 或者maybank2u 大家可以看到那第一个跑出来的会是https www.maybank2u.com.my 这个就是一个正当一个正确的网址 那么你们按了进去过后 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看到那个http或者https呢 是按一下那个网址然后拉去前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security log 以及https 那么这个security log呢是跟https一起来 如果大家进入的网站是http 他不是https呢 那么这个security log也不存在或者会是开着的 那么这个security log的作用呢 是为了防止第三或者第三 第三方的那个人或者是黑客 在你传达这个你的信息给这个maybank的sever的路途中呢 抢到你的信息 那么这个有了这个security log呢 或者有了这个https呢 第三方或者黑客 在你传达你的信息就是比如说你要transfer你的钱 那你在传达这个transfer多少钱 这个信息去到maybank之前呢 如果黑客或者第三方的人 收取到这个资料都好 他们也是无法破解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一种 比较secure的environment 比较安全的environment 去 给你在网上做transaction 那么有了这个security log呢 也并不代表那个网站是100%正确安全的 所以这security log只能形成一个一个简单的 看是否那个网站的正确性 那么如果大家进入的是网站 进入的银行网站是完全没有这个security log 没有https的话呢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用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要点就是 相信大家在手机或者网路上 你们在转账或者做一些金钱交易的活动时 大家都会收到tac的简讯 就是在一个简讯上面都写着你的taccode 那么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taccode给别人 因为这个taccode 别人有了你的这个taccode 他们就能把你的账转到他们的银行里 所以不管是怎样 千万不要给taccode 甚至是他们 他们会那些诈骗集团会跟你说他们是来自你的那家银行 他们需要你的taccode来做一些检验啊 或者做一些verification啊等等 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也不要share这个taccode给他们 那么这五个要点我也讲到这里了 大家千万千万记得要分享给你的身边的家人 亲戚朋友 不要等到他们被骗了才来分享 也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 跟踪我们的面子书及IG 谢谢大家 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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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